那6月30到8月1號 那在 我們北部裡面在工作 市集工程師 他6月15號到8月1號來台灣工作 那這工作工程師他回去之後的採檢 被採檢是陽性 那他6月15到6月29 他在做居家檢疫 那6月30到8月1號 那在我們北部裡面在工作 那這段時間的工作期間 他有相關的一些接觸者 他8月1號離台 那到入境日本的時候那採檢 是被檢驗是陽性 那目前我們的追蹤 掌握接觸者80人 那裡面有36人我們列為居家隔離 那這80人有8位已經離境 那剩下72位我目前採檢了71人 那一人還帶採檢 那71人目前有一個出國的結果 那在PCR有39人是陰性 那32人檢驗中 那血腥抗體有33人是陰性 38人檢驗中 這個感染的國家裡面 我們大概做了一個調整 大概在低風險的國家我們大概是12 12個包括紐西蘭、澳門、帛琉、匪契、文萊 越南、泰國、蒙古、不丹、遼國、柬埔塞、敏甸 那中低風險的國家現在包含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 那日本 因為目前來講他持續美日新增的個案持續在升高中 所以我們經過這幾週的觀察 我們決定把日本移出我們的中低風險的國家 來觀察到大家戴口罩或是我們的防疫新生活 這樣的一個遵同度是稍微有一點 我們覺得是有一些低了 我會讓大家比較容易遵守 我們這樣的一個戴口罩的規定 我們特別名列了 這樣的一個八大的處所 讓大家可以比較 清楚的 知道這些相關的必要性 那世界的疫情仍然是在一個非常的嚴峻的情況 現在的 應該是確診人數大概全球也超過1800萬人 死亡人數也超過了70萬人 所以我們大概還是 現在觀察到大家戴口罩或是我們的防疫新生活 這樣的一個遵同度是稍微有一點 我們覺得是有一些低了 所以我們大概這邊特別建議 大概就是說這幾個場所 務必要戴口罩 一個是醫療照護的機構 第二個是大眾運輸 第三個是賣場市集 第四個是教育學習場所 第二個是展演競賽的場所 那宗教場所 娛樂場所 大型的活動 基本上在展演競賽上所 基本上在展演競賽上所 我們指的還是在指的是 室內 室內 這樣的一個情況 室外當然要保持一個社交的距離 為了讓大家比較容易 遵守 遵守 我們這樣的一個戴口罩的規定 我們特別名列了 這樣的一個八大的處所 讓大家可以比較 清楚的 知道這些相關的 必要性 以便大家可以來遵守 謝謝大家 去推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手